英國有一隻海鷗 最近爆紅 因為牠被拍到 牠居然有不死神功 到底怎麼個不死法 這是英國在藍開夏菌裡面 就拍到了一隻海鷗 牠的胸前你看到沒有 就被一根箭矢 直接穿過牠的身體 然後直射牠的尾部出來 大概長45公分 可是被這樣子刺穿了之後 牠並沒有這樣的一個死亡 然後反而這樣子 跑到了藍開夏菌 牠附近的一個素食店外面 牠走路也很正常 對啊 就跟旁邊一般海鷗 還可以去搶食那個外面的 炸雞 碎肉跟薯條 所以很多的民眾看到 有路過的人拍下這個畫面 其實蠻於心不忍的 你覺得說 據說牠兩個月前就中箭了 兩個月前 然後七月初又被拍到牠來密實 然後因為牠自己也不可能 叫牠把自己身上的箭拔掉 所以牠就到處去爬爬罩 帶著這支箭 好像與箭共生這樣子去密實 然後很多民眾看著覺得不冷心 說是不是可以找獸醫幫忙 其實獸醫有講 不能這樣子直接幫牠動手術 如果直接動手術 把這個箭拔出來的話 牠可能立刻就會死亡 沒有辦法存活下去 這是獸醫專業的講法 是不知道 但是可能看到牠這樣的一個狀況 都讓這個英國突然很多人 尤其是藍燕開下這個地方 注意到牠 但其實不只是這個英國海鷗 引起大家的注目 還有這個最近發生在 廣西省來賓市新兵區 牠的一個平洋鎮的平洋市場 你看到這個小哥 他是採用的傳統大家俗稱的 這種亞洲蹲的這個動作 可是你看到外面 為什麼用這個畫面打馬賽克 因為畫面有點恐怖 因為這個小哥後來不幸身亡了 怎麼了 你知道嗎 他本來就是一直到 傳統的市場裡面 帶著一條蛇 帶著一隻雞 去兜售他所賣的這個藥酒很有效 他號稱說我用世界最有效的 這個世界上最有效的藥 可以課這個最毒的毒性 最毒的毒就是眼鏡王蛇 毒性只比眼鏡蛇差一點 然後最毒的蛇碰到這個 最有效的這個藥來解藥 解毒的藥 到底跟茅根頓的對決怎麼樣 結果當下這個前兩天的時候 你看他倒在了這個地上 就是因為他為了都說 他這個本來可以自崩失骨痛 甚至可以解蛇毒的這個藥 他拿來示範說 你看我就是拿這個蛇 和這個雞來試試看 結果沒想到他手可能一滑 滑了一下他就被這個眼鏡王蛇 眼鏡王蛇是世界上 體型最長的這個毒蛇 他體型最長可以長到5.6公尺 所以他本來是要用這個毒蛇 去咬他的雞 對 然後來示範說雞可以被救火 沒想到蛇卻咬了他 咬了他的這個耳朵 因為後來這個警方還有法醫 到現場下面 那他趕快喝藥酒就可以救火了 旁邊的民眾有趕快給他喝藥酒 喝藥酒結果沒有效 所以現場急救了兩個小時沒有效 你知道一條眼鏡王蛇 他的毒性可以在三個小時內 殺死一頭陳年的印度相 亞洲相都會被殺死 這麼巨大的大象都會死亡 被一條這個眼鏡王蛇要 更何況是人類 所以後來很多的網友 就覺得蠻難過的 說你看搶救兩個小時之後 回天罰術 感覺上這個小哥就用這個生命 來詮釋他賣的這個商品 效果好差 但是聽起來這種 不管是網友的評論 或者是這個民眾的這個判 看到這個事情 把他拍下那個過程 都讓大家覺得很驚悚 但是其實除了這個賣 用以身式藥酒 和他的這個蛇毒之外 其實還有一種 大家看到的這個小動物會很害怕 這個毛茸茸的東西 我跟大家講 也是最近這個在澳洲 一個民眾家裡面出現 然後你看到那個攝影機 鏡頭上面 這是加大門口的監視器 對 拍下來 好像有一個東西 遮住他的這個鏡頭 而且半夜凌晨2點鐘的時候 突然叮咚 按了門鈴 然後這個民眾醒了 澳洲人就下樓去看一下 沒看到門外有什麼 結果沒多久就看到監視器上面 有這個八角毛罐 似乎不速之客來到他家 而且會以為是龐然大物 後來才發現 它其實是澳洲特有的一種生物 叫獵人豬 也就是巨型蟹豬 它的體型比一般蜘蛛還大 我們通常看到這個喇牙 都會很開心 因為它會把家裡的這個小蟲 這個都會把它吃掉 但是這個巨型蟹豬 它據說還可以跟老鼠搏鬥 可以吃蟑螂 也可以吃老鼠 它滿大隻的 它不會像一般的蜘蛛 會是個隻網來捕獲它的這個獵物 它反而是用快速的這個 移動的速度去捕獲獵物 所以有人就講說叫獵人豬 那因為他跑到了這個民眾家裡面 他為什麼跑到監視器上面 據說監視器上面有這個紅外線 溫度比較高